日前我和大家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在英国 10月1日的国庆的时候,就是在中国国庆的时候,英国就有很多香港的移民示威 然后就有很多人出来轮廓发言 你从他们发言当中,你会明白他们在想什么 还有我们香港有部分的年轻的一代 是怎么被人架坏了或者消坏了脑 比如我前几天和大家说,有个女士觉得她自己的生活在第三空间 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 就不一定是中国人,或者是不做中国人就做英国人 她说不是的,她们是觉得 作为香港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 她觉得她们自己去到英国,依然要发扬香港 所谓香港人的文化 为了将来 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倒台之后 可能就为了将来做一些部署 他们心目中,第一就认为 中国的政权是 值得倒台的,而且会很快倒台 第二,他们觉得自己 香港人是很厉害,很有优秀的族群 就不会去做中国人,甚至不会去做英国人 当然 说就是这么说 她自己是拿着英国申请的BNO 走了去英国 而且应该在申请移民 好了,跟着这位女士说完之后 有另一位男士说的,我又是很清楚 很有深刻印象 说什么呢?她就说 我们经常都说,我们是爱中国的 其实 但是我们爱中国就不代表我们要爱那个党 对吧? 或者是爱那个 统治的政权 如果是这样 就不会有孙中山先生 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 就是当年的孙中山先生是推翻这个 满清政府的腐败政权 他自己今天走出来就等于是做孙中山先生那个位置 走去推翻 他认为腐败的中国现在是政权 我觉得第一,大言不残 当自己是孙中山这样 拿孙中山先生来做给予女士 第二,我觉得 为什么可以用一个当时清廷 那么腐败的政权 来与现在中国的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权去比较呢? 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权 过去那四十年 获得的成就 我不断地说一说 经济方面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基建方面 我们建的高架桥,高铁 世界和平方面 世界和平方面 我们是自从1979年和中越 打过一次战争之外 我们过去那 四十年 我们没有发动过任何一次战争 相反美国在全世界发动多次战争 多少次不说的 大家数都数不了 第四 中国人现在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 行走 可以说是非常安全 人身安全 第五 科技 我们有神舟 有天宫 有长征的火箭 太空站之如此类 还有 北斗的GPS 还有我们也是 太空站最近都射了上去 第六 我们在军事上 我们有很快的发展 有东风导弹 有殲20的战机 现在还在製造航空母栏 也早就有核子潜顶 第七 我们有农业 农业原来 厉害成什么呢 原来我们中国是佔全世界 7%的 坚地 就是坚重的地方 但是养活了全世界 22%的人口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我们有这个月农平教授 有一个好教教大家去做水道 去种植米 觉得很好的收成 好了 相反 另外 相反美国和 印度在这方面农业的生产 差很远 接着就 脱贫 我们这个中国2012年开始 每年为千几万人脱贫 现在呢 就是过去的 十年八年 已经为 接近一亿人脱贫 另外呢 我们互联网方面发展 比如5G 华为的技术 世界最先进 还有我们支付的设备 微信之父 之父保 这一类的设备 也是世界最先进 我们抗疫 我们做得很成功 我们中国14亿人口 现在 至今是死了 5000人以下 美国3亿人口 至今是死了超过60万人 好了 大家看看这些数字 就知道 现在我们 中国的政权 统治之下 这个特色社会主义 是做了这么多贡献国家的事 这一帮的黄人 竟然 就将 这个清朝的时候 腐败政权 跟现在我们中国的 特色社会主义政权比较 就觉得自己 是当年的孙中山 要推翻 当时的腐败的 满清政府 我也都 讲讲历史 清朝究竟是怎样腐败 首先 我给大家看一些 看看一些照片 首先 这一幅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日前 十一国庆的时候 在英国 的一些人 黑衣人出来 说话 其实 不是太多人看的 你看到 而且他们依然都是蒙面 他们说自己是 在香港蒙面 因为怕迫害 现在你去到英国也是蒙面 你上到台 照计周围没有人的 理论上你可以脱下口罩 这些人 警察都脱下口罩 为什么你还带着 黑口罩蒙面 你怕什么呢 是不是英国 在英国会继续被人迫害呢 就是这样 好了 看完照片之后 我再给大家看其他照片 我想看一看一幅 新华社有一个是报导的 他就说一说 说了习近平主席 他一些说话 他就说 带你敢误 一百一十年 过去一百一十年发生的事 他说了什么呢 他就说 近代以来 中国遭受帝国主义 列强的野蛮侵略 和封建专制制度的 腐朽统治 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 灾难深渊 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然而中华民族从未屈服 无数人人致死 进行了可歌可歌的抗争 1911年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 推翻了清皇朝统治 结束了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打开了中国的集门 1921年就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人的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 谋服卿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终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 完成了辛亥革命美景事业 并输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的 最灰雲的史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让我们聆听习近平主席这些话 回怨者波兰壮阔的110年 如果详细说110年发生什么事 这些话题都是大把了 大把可以说 我今天不再讲这些话题了 但是我想提一提 就是习近平主席 当习近平主席 其实现在都提大家 就是说 我们是 讲的就是说 终实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位置 就是复兴中华 好了 那我们又看回 跟大家讲一讲 究竟清朝那时候 腐败成什么呢 清朝就是1644年 到1912年 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 一共统治了268年 好了 但是晚期 第一 无知首旧 虚傲自大 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 怎样自大呢 怎样无知呢 当时清朝政府 对于外界隔绝 觉得是不需要跟外界交流 他们觉得 比如像葡萄牙 法国 西班牙这些国家 全部就称为虹无藩 甚至乎他们在 欧洲哪个地方都搞不清 那就第一 不管了 接着就是贪污成风 整个国家 当时清朝政府 贪污成风 其实就 起源于什么呢 其实就 应该是乾隆王的时候 因为乾隆王那时候 算是一个繁盛的 一个朝代 但是当时就 譬如乾隆王六次下江南 基本上都是一些 那些紫序金迷 极尽奢华的生活 令到 当时是文武百官 地主 商人 每个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 沾染了奢华的生活的习惯 那时候就种下了一个和根 好了 接着就发觉 最后 就 发展到什么呢 科举考试 考完试之后 做官基本上 全部都是贪污的了 不贪污的那些官 清廉的官基本上 生存不了 可以说 到了袁世海的时代 更加离谱 就是买官 给钱买了官之后 当时 给钱老的官 然后他自己做了官 又再手挂 民工民资 然后 民间 收税 什么都好 手挂回来的税 去到 剿付中央 只是剿付四分一 不如他收了 四万两 四万两的金 给一万两 清廷政府 三万两 让自己的官分了 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形 结果 搞到什么呢 1842年 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 割让香港岛 1860年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跟着北京条约 九龙半岛割让 租借新界 好了 上中兴 其实曾经上中兴 1860年至1890年 曾经有洋务运动 但是就不成功 但是同时间 日本搞明智维生 日本就成功 所以1860年至1890年 也是一个转捩点 就是说 如果中国当时 洋务运动成功 而日本明智维生 不成功 可能就反过来 可能后来 日本未必有侵华 但是因为日本成功 所以开始 18 90年之后 开始 日本就开始部署了 怎么部署呢 首先 他看到中国这么腐败 首先1894年就发动 甲午战争 中国当然是不够日本打 然后甲午战争之后 清朝就退出朝鲜半岛 遼东和山东半岛 然后就 签署了马关条约 割让了台湾和彭培列島 就给日本 这个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 好了 接着 1898年 几年之后 其实曾经 当时 慈禧太后和江水 都曾经原来想 有一个维生 怎料后来 康有为建议 把慈禧太后酬禁 暗杀 等等传民 激怒了慈禧 以似乎八日为生 冒出政变 又失败了 江水王被邮禁 在这个刑台 相关的人士 梁启超就走了去日本 譚志同就被杀 这个就是当年的冒出政变 1898年 好了 结束之后 又继续是大件事 1899年开始 义和团 义和团当时 想着 清朝政府 想着可以用义和团 排外 怎样排外 杀害外国人 恐吓中国 在中国的基督徒 就是你放了外国人进来 宣传基督教 但是你又想 突然想破坏他们 烧教堂 倒毁洋行 然后就搞到什么 大家听到 知道历史了 法国联军 是吧 你杀我的基督徒 杀我的洋行的人 倒毁我的教堂 搞到八国联军 然后被清朝 当然是战败 不用说了 新丑条约 中国 签了新丑条约 赔了多少钱 4.5千万两的钱 然后 然后 就是 当时就让步 就是 给外国 在中国驻军 就是 北京至山海瓜的铁路沿线 还有就是禁止中国人 组织 反对洋人的组织 这个就是 899年之后的 就是以和团 接着就是八国联军 接着就1908年 慈禧和江瑞都 相计去世 三岁的保姨就位 变成了孙统皇帝 接着就 龙玉太后 谁念听证 接着就是 好了 1908年基本上都 久然残存了 整个清朝政府 清朝政府就出现了 1911年的武昌起义 和辛亥革命 接着就是 就是说 1912年 1911年就成华 这个是 1911年就是 中华民国成立 1911年12月 就是孙中山就成为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个就是 很快地跟大家说 当时整个清朝的腐败的情况 所以呢 如果有些人现在有些黄人的思想还是觉得他自己是孙中山 要推翻现在的中国政权 麻烦大家去读一读历史 究竟现在 中国这个特色社会主义为我们中国贡献了多少 刚才我已经说了10点8点 跟当时满清腐败政权的政府基本上是不可以比较的 当时所以孙中山先生是 推翻满清政府 是一个腐败 都是民不聊生 民怨在道的政府 今时今日 我们中国政府是有 九十多百分的人民是涌大我们现在这个政府 那怎么可以双提并论呢 所以习近平主席刚才我提过 他也是提出的东西就是说 其实 中国共产党过去的一百十十年做了的事情 到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实现到 当年 孙中山先生 的一些维员就是 推翻腐败的政权 以及 令中华民族复兴 我们现在的确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了 正在发生 而且是不断地 中国是越来越强大 我们作为中国人 如果还是 有些黄人思想 这样呢 再想回自己 说是 走出来 是当自己 村中山去推翻当年的腐败满 满清政府 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挺荒谬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经典 这三个人 就想回来 我们下期待